寻幽自宫达 寻幽纵子也 大寻幽六岁 祖父寻坛 广陵太守 父寻宜 周从事 寻宜于寻幽为纵祖兄弟 寻幽少姑 年七八岁 属父寻渠存罪 误伤寻幽儿 而寻幽出入游戏 长臂户不欲令寻渠见 寻渠后闻之 乃经其素质如此 寻幽年十三 祖父寻坛族 故立张全球首寻坛目 寻幽一之 为淑父寻渠曰 此例有非常之色 待将有奸 寻渠悟 乃推问 果杀人亡命 由氏一之 南阳英修为尹川太守 举孝连寻幽为例 中平六年林帝崩 和后子刘汴几位 大将军和静秉镇 珍海内明氏寻幽 何勇 郑太等二十余人 与同复兴 寻幽道 拜皇门侍郎 动卓之乱 关东兵起 初平元年 动卓喜都长安 寻幽与一郎正太 掌使何勇 世中崇吉 岳祭较为武穷的谋约 动卓武道 胜于节奏 天下皆怨之 随之强兵 十亿匹夫尔 经执刺杀之以谢百姓 然后聚姚寒 辅亡命 以号令天下 此还文之举也 是垂就而绝 收何勇 寻幽细域 何勇幽自杀 寻幽言于饮食自若 初平三年四月 动卓死 得免 寻幽器官归 复辟功夫 举高地 千人成相 不行 寻幽已属汉显故 人名殷胜 乃求为属郡太守 道绝不得志 驻荆州 建安元年 曹操迎天子都许 寻幽静计谋知事寻幽 中游 过家等 曹操为寻幽书约 方经天下大乱 知事劳心之时也 而故官便属汉 不宜久乎 于是真寻幽为辱南太守 辱为尚书 曹操素闻寻幽明 于宇大悦 为寻御中游约 恭达 非常人业 武德宇之济事 天下当何悠哉 以为君师 建安三年 从真张秀 寻幽言于曹操曰 张秀与刘表相视为强 然张秀以游君养食于刘表 刘表不能攻也 事必离 不如还君以待之 可幼而至也 若即之 其事必相救 曹操不从 遂尽君之壤 与战 张秀及 刘表果就之 君不立 曹操为寻幽约 不用君言致事 乃设其兵负战 大破之 世岁 曹操自晚征吕布 一者云刘表张秀在后 而欢喜吕布 其唯必也 寻幽以为刘表张秀心魄 是不敢动 吕布肖猛 又是元术 若宗恒怀四肩 豪杰必应之 今成其初判 众心未依 亡可破也 曹操曰 善 必行 吕布以拜刘备 而脏霸等应之 曹操至下陪 吕布败退固守 功之不拔 连战 士族疲 曹操欲还 寻幽与国家税约 吕布勇而无谋 经三战皆备 其锐气衰矣 三军以将为主 主衰则均无分意 扶成功有志而持 经及吕布弃之未复 成功谋之未定 尽及功之 不可拔也 乃隐疑似贯成 惩愧 申请吕布 建安五年 元少浅将严良公东郡太守 留言于白马 巡忧从曹操就之 巡忧睡曹操曰 经兵少不敌 分其事乃可 功道严经 若将渡兵向其后者 元少必吸应之 然后清兵洗白马 掩其不备 掩凉可情也 曹操从之 遂斩掩凉 曹操把白马还 洗其名 浅滋重 寻何而息 元少渡河追 醋与曹操玉 诸将皆孔 睡曹操环保营 巡忧曰 此所以而敌 如何去之 曹操目巡忧而笑 遂以资重而敌 敌进奔之 分屈资重 震乱 乃纵不济疾 大破之 展其济将闻丑 曹操与袁绍相距于关渡 军石方镜 寻忧言于曹操曰 袁绍运车弹木制 起降寒寻 瑞儿轻敌 即可破野 曹操曰 谁可使 寻忧曰 徐黄可 乃浅徐黄即使换腰及破走之 烧其滋重 惠许幽来详 言袁绍浅 纯于穷等将万余 兵营运粮 将交足舵 可邀及也 众皆疑 为寻忧于甲许券曹操 曹操乃留寻忧及曹鸿兽 曹操自将功破之 进展纯于穷等 袁绍将张和高揽 烧功鲁祥 袁绍遂弃君走 张和之来 曹洪仪不敢受 寻忧为曹洪曰 张和既不用 怒而来 君和仪 乃受之 建安七年 从讨袁潭袁上于黎阳 建安八年 曹操去叶儿南征留表 方军西平 袁潭袁上征冀州 袁潭为袁上所拜 走保平原 袁上宫之急 袁潭浅心脾起祥请旧 曹操将许之 以问群下 群下多以为留表强 以先平之 袁潭袁上不足优也 寻优曰 天下方有事 而留表作保江汉之间 其无四方至可之矣 袁世俱四周之地 代价十万 袁绍以宽厚得众 借使二子和睦以首其成业 则天下之难为习也 经兄弟够恶 此事不两全 若有所病则立专 立专则难徒也 及其乱而取之 天下定义 此时不可施也 曹操约 曹操乃许圆坛和清 遂还及破圆上 其后圆坛判 从斩圆坛于南疲 建安十年纪周平 曹操表封寻忧约 君师寻忧 子初左臣 无真不从 前后克敌 皆忧之谋也 于是封林树亭侯 建安十二年春二月 下令大论功行封 曹操约 中正密谋 辅宁内外 文若是也 功达其次也 增益四百 并前七百户 转为中君师 并点行御 循御及循忧并贵重 节前冲节俭 路四三之宗族之旧 家五于财 建安十三年春真月 曹操自柳城还业 过循忧社 称述循忧前后 某某劳勋 约 今天下世略以定义 故愿与贤士大夫共享其劳 习高族使张自房 自责亦三万户 禁故异御君自责所封烟 建安十八年天子 使御使大夫痴律 持节侧命曹操为卫公 曹操前后三让 中军师陆树亭侯 寻忧领衔 已再劝禁 曹操乃受命 为国初见 为上书令 寻忧生密有志房 自从曹操蒸发 长某某帷幄 使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 寻忧姑子兴涛 曾问寻忧睡曹操 取迹周时事 寻忧曰 左智为袁谈起祥 往事自往平之 无何之焉 自是兴涛及内外莫敢赴问 军国事也 寻忧与忠游善 忠游言 我没有所行 反复思维 自为无以义 以资攻达 折付过人意 寻忧前后繁华其策十二 为忠游之之 忠游传集为旧 惠轰 故事不得尽闻也 裴松之案 寻忧王后十六年 忠游乃族 转寻忧其策 亦有河南 而年造八时 游云未旧 遂使寻忧从真基策之谋 不传于世 喜灾 曹操美成曰 攻达外于内智 外却内勇 外若内强 不发善 无失劳 智可及 与不可及 虽言自宁武不能过也 曹丕在东宫 曹操未曰 寻公达 人之师表也 辱当尽礼尽之 寻忧曾病 曹丕问病 独拜床下 岂见遵义如此 建安十九年秋七月 曹操真孙权 寻忧从真 道轰 年五十八 曹操言则流涕 令曰 孤与寻公达周游二十余年 五毫毛可飞者 又曰 寻公达真贤人也 所谓温良公俭让已得之 孔子称 燕平众善于人交 久而尽之 公达及其人也 傅玄曰 或问尽是大贤君子 达曰 寻令君之人 寻君师之志 此可谓尽是大贤君子已 寻令君人以利得 名以举贤 行无铲俗 魔能应激 孟科称 五百年而有亡者心 其间必有命侍者 其寻令君呼 曹操称 寻令君之尽善 不敬不休 寻君师之去恶 不去不止也 寻忠忠忧相与清善 寻忠先王 子幼 忠忧经济其门户 欲嫁其窃 语言书曰 吴与公达曾供使诸建平相 建平曰 寻君虽少 然当以后是负中君 吴时朝之曰 为当驾清阿物尔 何以此子尽早允末 细言遂艳呼 今欲嫁阿物 使得善处 追思建平之庙 随唐局许父何以赴家也 寻忧传有位观仪一卷 正史中 追世寻忧约静侯 正史五年 赵四顾尚书令 寻忧于太祖妙庭 平曰 寻忧假许 属胡算无一策 经达全辩 其良平之亚于 裴松之以为 列转之体 以世类相从 张子房清云之事 臣非臣平之轮 然汉之谋臣 张良臣平而矣 若不共列 则于无所附 顾前史何之 盖其矣也 卫世如假许之仇 其比性多 假许不编成欲 国家之偏 而与二寻并列 施其类矣 且寻忧假许之为人 其有夜光之予真逐乎 其诏虽君 职责亦焉 今寻忧假许之平 共同意称 有时区别之矣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